今天是2024年3月9日星期六 昨天是妇女节 周深发布了微博动态 摘了朵漂亮的花 祝大家快乐 非常用心了 再次祝福所有的姐妹们 接下来直接进入八卦小道消息 近些日子 网络上传出了很多关于周深今年举办演唱会的消息 目前已经官宣的是5月3日的太湖关音乐节 当然 这个音乐节还算不算是演唱会 但是参考周深去年的表现 现场连唱九首歌曲 愣是把音乐节开成了演唱会 退一步说 至少也算是一个小型歌友会的规模了 接下来是热拉滚烫演唱会 这是没有官宣的消息 但确实在网络上有很高的话题度和传播度 而且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就是当下的大热歌曲 此次热拉滚烫演唱会的合作平台为芒果TV 并且提出了首档电影IP秀后演唱会的概念 届时主创人员都会参加 甚至有网传播放的日期就是在3月初 另外电影热拉滚烫的官方还宣布 该电影上映日期将会延长至4月10日 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月的上映期 那么热拉滚烫演唱会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最后是网络上传出了周深今年的巡回演唱会 从6月初开始到9月底结束 横跨4个月的时间 当然这同样不是国宣消息 也有很多人说是粉丝自己参赛的日程表 不过无论真假 这都说明歌迷们对周深演唱会的渴望 甚至有网友还询问了沈阳文旅的局长 有意思的是还得到了该文旅局长的肯定回答 周深的二传已经过了Flag期限 今年如果能够发行 那么演唱会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周深是否会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节省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